第二名 玉林國中 莊怡萱 新北市語文競賽原住民試賽 14號登場 集結各校選手選拔參與國賽代表 其中來自重慶國中及國小的兄弟黨 在足以發揮 解除表現 分別獲得國中朗讀第二名 及國小朗讀第一名 就前幾天會緊張 但今天就還好 到現場之後就沒那麼緊張 我覺得哥哥跟我都很棒 一開始還不會唸的時候很辛苦 但是唸熟了之後 就變成再把它唸得 就是每一句再唸得更好 王珍也分享 在他競賽的語系中 喉色音最難 除了不斷要練習之外 榮獲阿美族與朗讀第一名的 昌平國小鄧祈雲 分享在不同文章中 朗讀的情緒也很關鍵 因為第四篇 他在講圓夢之旅 他就是代表說 你想要去哪裡 但是你沒有那個能力去 所以你就要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可能難過生氣 或是什麼開心的表達 然後第一篇就是可能開心 或是因為或是好吃 因為他有在講一些 食物的料理的方法 而在準備語文競賽的同時 金山高中獲得 排灣族語朗讀第一名的 羅曼奇分享 透過文章更了解文化 語言內涵 透過學族語的部分 可以去更深入的了解 這個語氣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來源就是 又是從何而出來 然後去更深入了解說 原來這個族群不只是我們 單單看到表面上的這樣子 奪得佳績讓選手們 暫時放下心中大食 但也準備備戰全國語文競賽 過去新北市整體成績 都能脫穎而出 教育局長也在頒獎典禮上 期許大家再闖佳績 有些新華人士部落 兩期美中科爾採訪報導